这个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原因 是新能源车销售中期增长持续 摩根士丹利预计 内地2022年新能源车销量是570万架 问岸年增长7成2 比亚迪7月份的新能源车销量超过16万2千架 岸月增加近2成1 岸年增加2.2倍 表现明显好过同业 持续抢占市场有助盈利扩张 按凭博综合预测 比亚迪今年盈利预料岸年升1.7倍 今后三年盈利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8成6 走势上上个月中市传股 神巴菲特部署减持 比亚迪的股价由高为333元 最多跌近2成6之后反弹 近日280元关初步有支持 整体形态继续沿着3月份延伸以来的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 买有货的话可以280元或以上继续持有 短期阻力位就是302元 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可以上望330元关 主要的大行 给予它的目标价平均大约370元 就可以作为中善的参考 未有持货的话 可以等到280元附近收集 跌穿7月份低位260元 现在试有稍后 稍后Ravi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怎样赚 想做市场赢家 需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融量 我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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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